好,各位房东朋友好,我是Lillian,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我想跟朋友们聊一聊怎么样做出租广告。 首先呢,我们在做出租广告之前,大家应该考虑一下,我们的出租房适合什么样的租客,我们想找什么样的租客。 这个问题呢,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当我们写广告的时候,我们要把我们想找的租客写在广告中。 那通常我自己在做广告的时候呢,在广告中我会注意几方面的问题。 首先呢,我会把这个房子的一些主要的特点写出来。 这些特点一定是想要吸引我自己的想要的租客的。 另外呢,我要把我的对租客的要求也写在广告中。 还有呢,我会在广告中呢,列出我房子的这个租金。 这个租金呢,是包括什么和不包括什么,这个呢,都要在广告中写出来。 我最近呢,看了一些这个房东朋友们做的一些广告,我现在想跟大家来总结一下,我们在这个出租广告中容易犯的一些错误。 大家可以比较一下,看看是不是我们自己的出租广告也犯过同样的错误。 另外呢,怎么样能够有效的把这个出租广告登出来。 第一呢,我们房东朋友们可能犯的错误呢,是在我们登广告出来的时候,没有很好地分析一下,我们的出租房适合什么样的租客。 可能呢,就把广告写出去了。 我最近呢,看了一个网上的一个出租广告。 这个房子呢,是在Lanley,它是一室一厅的。 它呢,在这个广告中,其中写到了这个房子靠近某一个学校。 我不太清楚这个房东,他想找什么样的租客。 但是我相信呢,一室一厅,如果租给一个家庭,有孩子的家庭,可能就不是很合适。 我们这个广告发出来的时候,我们要看我们的所有的广告词,是不是能够吸引到最适合我们这个房子的租客。 房东朋友们,容易犯的第二个错误呢,是在这个广告中,没有写出对这个租客的要求。 我想呢,大部分广告呢,在这个写出自己的这个房子的特点,和这个房子可以适合哪方面的租客。 这方面呢,可能写的还可以。 但是呢,有一些这个广告里面,它没有写上它对租客的要求。 我知道我们任何一个房东,都是希望找到一个好的租客,可以按时交租的租客,可以把房子能够保持得干净整洁的租客。 实际上我们房东对租客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我们这些要求,为什么不在这个广告中写出来呢? 我自己在做这个广告的过程中,我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目标,就是我怎么样通过这个广告,做我的第一次筛选。 我希望我这个广告登出去了,能够吸引我所要的租客。 我也希望我这个广告登出去以后,把适合我这个房子的好的租客,能够吸引来,能够跟我联系。 这样呢,就能节省我的时间,也节省这个租客的时间。 所以当我们对这个租客有要求,但是没有写在广告中的时候,可能会吸引到一些不好的租客。 或者呢,在这个筛选过程中,我们要花可能两倍,三倍的时间,去把那个不好的租客筛选掉。 所以我想大家通过这个广告,能够怎么样更加有效的做这个筛选。 另外一个大家容易犯的一个,可能忽略的一个错误呢,是在我们这个广告中,广告词,大家一定要注意。 因为我们的租约呢,对我们的广告用词,也是有一定的规定的。 比如说呢,不可以写限女生,或者限男生,女士优先。 这样的词呢,大家不要在这个广告词里面用到。 我自己呢,是觉得呢,其实呢,不管哪里的租客,都有好的租客和不好的租客。 不管男生租客,还是女生的租客,也都有好和不好的。 所以这个性别的这个差异呢,并不是我们这个评定好坏租客的一个标准。 有些时候呢,可能你的出租房有一些特殊的情况,你可能一定要找男生,或者一定要找女生。 这种情况怎么处理呢?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 我当时呢,自己有一个出租房,楼下呢,是粮食一厅。 我当时是租的两个学生,这两个学生呢,都是男生。 其中一个男生呢,他因为各种情况,他要搬出去。 那我呢,其中有一个房间呢,就空出来了。 对我来讲,比较适合去再找另外一个男生。 好,那我就去登了这个广告。 当然了,我的所有的租客呢,都是洋人的租客。 我是在这个 Craigslist上,做这个广告。 我自己知道呢,因为在租约的规定上,我不能够写只租男生。 但是我在我的广告中呢,给大家了一个信息。 就是说,我建在的这个粮食一厅的出租房,其中呢,是租给了一位男生。 新的租客来的时候呢,要跟这个男生呢,共同的来使用这个卫生间和这个厨房。 我把这个呢,写在了这个出租广告中。 我相信呢,大部分的租客看到这个广告之后,他知道自己要跟一位男生去合住的。 大部分女生可能就不会来申请。 我当时的情况呢,也挺有意思。 我登出广告之后呢,确实有一个女孩子来申请,打电话。 然后呢,我就跟他讲,我说我现在呢,这边住的是一个学生,男生,你觉得方便吗,如果跟他一起合住。 那这个女生说呢,啊,我觉得没有问题啊,我自己没有问题。 好,这种情况实际上对我自己来讲呢,我是希望找到一位男生的哈。 我不希望他们之间,以后住在我这个出租房里面会有什么样的问题。 我知道呢,租业的规定,我是不可以因为他是女生而拒绝让他来租我的房子的。 那我怎么跟他讲的呢?我说呢,那好,我把你的电话呢,我记一下。 我知道呢,你跟这个男生住呢,你没有他答的问题。 但是呢,因为我这个男生呢,已经住在这一段时间了。 我呢,也要尊重他的意见,我要问问他,是不是他喜欢跟一位女士来合住。 啊,所以我就想呢,如果呢,他也没有问题的话呢,我再给你打电话回去。 所以呢,最后呢,我也没有给他答复。 啊,最后当然没有租给他,最后找的一位男生。 啊,另外呢,在我们这个中文的这个出租广告中,啊,我发现呢,有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 就是,大家在做这个出租广告的时候,没有写上租金。 啊,有些朋友呢,没有写,有些朋友呢,写的是租金面谈。 首先,我们想一想,我们会不会把我们的房子用低于市场价很低的价钱租出去。 我相信呢,大部分房东朋友都会说不会。 大家还是希望,按照这个市场的租金,把房子租出去的。 当你没有把这个租金写进去的时候,我相信,如果对你的房子感兴趣的人, 他一定会,或者是打电话,或者是邮件来回复,来咨询你,你这个价钱是多少。 这样呢,是不是就会浪费我们的一些时间。 如果呢,你的这个租金跟他的,想要的租金差得很远的话,那这样的租客,你可能也不可能接受。 我们把这个租金放在这个出租广告里面,实际上也是第一步对这个租客的这个收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衡量。 所以呢,我想呢,这个大家在这个广告中,一定要写上这个租金。 希望这个信息呢,对大家有所帮助。 如果你们对这个出租房有任何的问题呢,也欢迎你们在视频下面给我留言。 好,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